好 谢谢林玉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 台湾商界大佬郭台铭在日前就已经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在学运期间也在学习民主 而外界看到许多不愿表态的商界大佬 也都对这场太阳花学潮表示关注 虽然学潮已经宣布将在这个星期四退场 但是已经给两岸的政商界带来撼动 6号 立法院长王金平到一场探视学生 承诺立法前部协商服貌 学运可能和平落幕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透过鸿海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 王院长人心人德 不愿见到我们的下一代 在台湾最高民主殿堂留下任何一滴血 郭台铭董事长表示 学运持续至今 他自己也在学习民主的课程 事实上鸿海布局两岸 在中国与比亚迪公司缠送六年 损失超过六亿美元 今年一月 郭台铭公开对中共黑暗司法 重炮批评 全球电子代工龙头 抨击中共黑暗司法 仍换不回公道 而21天来 反复冒学生抵制中共已经逼正的行动 已经震撼两岸政商界 吸引国际瞩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对台湾是一个充满敌意 而且对于国内人民也没有任何人权保障的 威权体制 所以在缔约的时候 我们当然第一个会考虑到 就是对于主权还有人权方面的保障 要求以人权优先 先立法再选查 太阳化的公民力量 让商界大佬学习民主课 在与中国交往中 除了利益与妥协 台湾可以走一个不一样的路 金头人海电视张其林整理报道